我国今年首9个月的新生婴儿共有3万多个 和去年同期相比多出了5% 学者认为今年马年好兆头刺激了国人的生育率 而政府推出结婚生育配套 相信也起到了鼓励的作用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移民与关卡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首9个月共有30,916个婴儿出生 和去年同期的29,394个婴儿相比 多了约5% 其中华族宝宝最多占约60% 马来宝宝则占16% 政府去年强化结婚生育配套 把婴儿花红提高到6000元 加上给予父亲7天育儿试驾 学者认为这对有益生育的夫妇起到催化作用 在生育女性当中 以30到34岁的占最多 其次是25到29岁的女性 学者表示 持婚导致持生育 生育配套其实已反映了这个社会现象 我国的生育率是1.19 这同理想的人口替代水平2.1 仍有一段距离 不过学者认为 我国仍有望达到1.5的目标 并且预计 明年的惊喜宝宝礼包 将有望鼓励更多新婚夫妇生育育女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